時間現在已經開始進入了早春了 那今天呢 我們在服裝上面 刻意的打扮著就是 還有一點點那個冬天的味道 有沒有 因為顏色比較深 但是呢 也開始呢 比較 怎麼樣 輕鬆一點了 真的是春裝穿在身上 然後呢 也希望把那個春天的氣息呢 慢慢的透露給大家 所以今天呢 我們有早春的一些料理呢 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喔 一起來過春天好不好 來 先來歡迎我們身邊的文玲老師 楊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文玲老師今天頭上也 點了一頂小白色的帽子 會不會背貌 沒有 春天來的誰最知道你知道嗎 我的褲頭最知道 褲頭 扭不起來 因為冬天很怕冷 然後會吃很多甜的 吃很多炸的 吃很多油的 所以春天真的要開始去挑剔 因為夏天要穿那個沒有袖子的衣服了 對啊 你看我今天都露出來 就發現這個背膀 知道了齁 要開始了齁 對齁 OK 我很人家講說齁 這個一年齁最棒的季節 其實就是春天 因為春天是那個所有的植物 一直長出來 是那種萬象更新 然後那個生命一直 就是最有能量 有一些中國的那個講法 是最有能量的一個季節 對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要把能量 有沒有 通過我們的節目的傳達給大家 除了把一些這種春天 還有那種氛圍的一些食材 還有那種料理跟大家分享之外呢 也希望大家透過這樣的方式 吃的很有滿足的感覺 沒錯 好 不過講到義大利的一些料理 過去很多的媽媽說 回文玲老師來 就是都教我們做義大利麵 我們其實也很愛吃換 可不可以教大家吃一些米的料理 有 那個很多年紀比較大的媽媽 她是 妳說硬要叫她吃義大利麵 慢慢來啦 有的人還沒有辦法馬上接受 那很多人都知道 妳講到義大利 第一個就像這個義大利麵 可是啊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義大利人吃很多米 他們也吃飯 他們也吃飯 他們的飯叫riso riso 然後它的飯怎麼吃呢 它會變成燉飯 叫risotto risotto 對 那我今天有帶義大利的飯 他們的飯跟我們的飯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米比較大粒 妳有發現嗎 我們來比較恰恰 我們讓觀眾朋友看 它的米比較大顆 對 因為那個品種不一樣 而且它煮起來不會黏 我們台灣的米是煮起來會黏黏的 米煮起來還是一顆一顆的 但是這個顏色感覺它是糙米 我今天帶的是糙米 因為為什麼要帶糙米 因為糙米裡面含一種東西叫 伽馬骨微素 它對小朋友的頭腦很好 然後對老人家的一些身體也很好 可是我們都知道它很好 不過它很難煮 它口感又不Q 不好吃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會把它做成 義大利燉飯risotto 它會吃起來跟白米一樣 又Q又軟又好吃